第三集 灯灌雀楼 唐代 王之焕 白日衣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白日衣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白日衣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恩灌雀楼注释 灌雀楼 就指在山西永济县 楼高三层 前队中条山 下林黄河 传说常有灌雀再次停留 故有此名 白日 太阳 衣 衣棒 静 消失 这句话是说太阳衣报山巒成落 欲 想要得到某种东西 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愿望 但也有希望 想要的意思 穷 静 是达到极点 千里目 眼界宽阔 更 在 灌灌雀楼 一闻 夕阳衣帮着山巒渐渐下落 滔滔黄河朝着大海熏涌奔流 若想把千里的风光景物看够 那就请再登上一层高楼 灌灌雀楼赏西 这首诗写诗人在灯高望远中 表现出来的不凡的熏惊抱负 反映了圣唐时期 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诗的前两句写所见 白日衣山静 写远景 写山 写的是灯楼望见的景色 黄河入海流 写静景 写水写得景象壮观 气势磅礴 这里 诗人运用极其朴素 极其浅显的语言 即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的靶 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 输入短短十个字中 而后人在千载之下 读到这十个字时 也如临其地 如见其景 感到胸襟为之一开 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 向着楼前一望无际 连绵起伏的群山西城 在视野的尽头冉然而没 这是天空景 远方景 西望景 次句写目送流金楼前 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 滚滚难来 又在远处折而东向 流归大海 这是由地面望到天边 由近望到远 由西望到东 这两句诗合起来 就把上下 远近 东西的景物 全都容纳进诗笔之下 使画面显得特别宽广 特别辽远 就此句诗而言 诗人身在冠雀楼上 不可能望见黄河入海 剧中写的是诗人 目送黄河远去天边 而产生的一中景 是把当前景与一中景 融合唯一的写法 这样写更增加了画面的 广度和深度 而称太阳为白日 这是写时的比调 落日闲山 荣之物账 那薄宜减弱的太阳的光辉 此时显得更加暗淡 所以诗人直接观察到 白日的奇迹 至于黄河 当然也是写时 它宛若一条金色的飘带 飞舞于层栏叠杖之间 后两句写所想 欲穷千里木 写诗人一种 无止境探求的愿望 还想看得更远 看到墓里 所能达到的地方 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站得更高些 跟上一层楼 从这后半首诗 可推知 前半首写的可能是 是在第二层楼 非最高层所见 而诗人还想进一步 去墓里索及看见远方景物 更登上了楼的顶层 在收尾处用一楼字 也起了点题作用 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 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续地 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 但其含义深远 乃人探索 千里 一层 都是虚数 是诗人 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 欲穷 更上 诗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 多少憧憬 这两句诗发表异论 既别番心意 出人意表 又有前两句写锦诗 承接得十分自然 十分紧密 从而把诗篇 推引入更高的境界 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 也正因为如此 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异论 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句 也使得这首诗 成为一首千古绝唱 这应当只是说 诗歌不要深印地 枯燥地 抽象地说理 而不是在诗歌中 不能揭示和宣扬哲理 像这首诗 把道理与景物 寻视荣华的天衣无缝 是读者并不觉得他在说理 而理自在其中 这是根据诗歌特点 运用形象思维 来显示生活哲理的典范 这首诗 在写法上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一首 全篇用对战的绝句 前两句 白日和黄河 两个名词相对 白与黄两个色彩相对 一与入两个动词相对 后两句也如此 构成了形式上的完美 沈德在《唐诗别》中 选录这首诗时曾指出 四语皆对 独来不嫌棋牌 古高故也 绝句总共只有两连 而两连都用对战 如果不是气势充沛 一意惯联 很容易雕琢呆板 或支离破碎 这首诗 前一连用的是正名对 所谓正正相对 语句极为工整 又厚重有力 就更显示出 所写景象的雄大 后一连用的是 虽然两句相对 但是没有对战的痕迹 所以说 诗人运用对战的技巧 也是十分成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